紧盯着电脑荧幕过滤每一笔资料 因为周围80岁的陈阿嬷迷路了 只记得自己的姓名和生日 不会写儿子名字也只能说台语 写音比对姓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她的名字可能同音不同字很多 慢慢再去比对这样子 然后这样比对下来住在高雄的 又住在男子这边的 一层一层比对终于找到家属 让陈阿嬷顺利回家 无独幽后在台南新化 一位精神障碍青年也走失了 热心民众为她买便当和矿泉水 并且报警处理 警方也提醒民众可以 未有走失风险的家人申请爱心手环 或在医务上秀姓名和联络电话 方便协询 大学院判证 周末平总和报道